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高尔丁获得 这也是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 她长期研究女性劳动市场 发现婚姻和家庭影响女性的收入和就业率 呼吁政府要重视照护政策 女性才有可能获得更平等的机会 从容走上讲台发表演说 二零二三年努贝尔经济学奖 由美国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亚高尔丁获得殊荣 她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并研究女性劳动市场超过四十年 为最早投入性别经济学的学者之一 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全球带来重要的影响 高尔丁以美国两百多年数据探讨当今 性别差异为何仍然严重 研究结果发现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经济成长并非正相关 而就算从事相同职业 女性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收入就产生差异 高尔丁的研究反映了婚姻和家庭责任 时常成为阻碍女性获得平等机会和待遇的因素 尽管研究数据以美国为主 却也呼应了全球现况 供当代和后世思考和推动改变 共识新闻两年变异